哎呦我的嘴唇怎么这么红呢 晚上好晚上好 慢着我拿一个东西 放点歌听听 听这声 谢谢影光棒 对口红颜色有点深可能 就是怎么说呢 谢谢影光棒 谢谢影光棒 慢着我 看一下我怕要去排练 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排练 慢着各位 结果是我妈 她跟我说什么 我被她抓到了 我被她抓到了 谢谢影光棒 她说上海有疫情 今天看到微博上的你 没有戴口罩 你们以为是什么呢 被抓到没戴口罩 我忘记戴了 我回去的时候不就戴了吗 来的时候忘记拿了 行吧 我要吃个这个 切了巧克力 再用光棒 然后回她忘记了 对还是要注意 那我今天走太急了 化妆 年糕不是年糕 是千叶豆腐 为好的呀 爸 我主要是不能蹲下去 谢谢影光棒 谢谢影光棒 膝盖肯定轻的呀 不要整会还要开刃 吃人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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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影光棒 谢谢宝莲灯 吃人买法 谢谢影光棒 謝謝螢光棒 謝謝螢光棒謝謝雪人 相連歪了嗎 就這樣子 謝謝螢光棒 我這個腿就這個樣了 我本來今天排練的時候 就是蹲不下去嘛 不是有一塊要蹲下去的嗎 死都蹲不下去太痛了 謝謝螢光棒 後衣服到了 我排的時候沒有一次是蹲下去過的 謝謝玫瑰花 一個舞台要排練多長時間看吧 我也不知道 要看你是怎麼排呀 謝謝奶茶 謝謝螢光棒 謝謝夜碟 你要點外賣的嗎 我怎麼知道 我不記得了 謝謝螢光棒 我也不會去每次排練去看時間吧 要排多長時間 衣服寄過來了 反正 昨天跳的時候還被說 就排的時候嘛 被說跳得太不整齊了 就是個就是 反正 就不整齊 不是他快就是你快 就是 昨天我說的 今天起就行了 今天起就行了 主要就是怕 就是 節奏抓不準 天啊 天啊奶茶 我自己的還沒有搞 我還要自己的還要 謝謝螢光棒 天啊奶茶 沒有往 時間沒有往後追 謝謝巧克力 謝謝巧克力 謝謝螢光棒 我今天晚上還要 拍 等我要拍明天要表演的東西 謝謝螢光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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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玫瑰花 膝蓋不用扶就這樣 等我全部弄完了再說 消化一下再跳 那是肯定的 也不就是大概這樣跳一下吧 謝謝你的用愛發電 謝謝螢光棒 謝謝螢光棒 我MVP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我沒有選擇唱歌嗎 因為因為版權的問題 謝謝奶茶 有些歌 不能唱 然後呢唱歌有些時間呢就是 我覺得 太浪費時間了 因為這MVP也就只有10分鐘嘛 要好好利用到 你像你要唱歌的話 我可以完全在MVP 就年度啊 MVP或者是畢業公演上面唱 對吧 對還可以在那個MVP上面唱 也可以 自己安排 當然自己安排了 不然呢 頭髮長長了 過兩天會長更長 但我 好糾結 嗯 我就是 欸 謝謝美國花禮物 5號的生日會 我不去 我還要搞其他亂什麼東西 好多 4號的小四生日會 生日 對生日會 畢業 畢業公演 對我已經 亂七八糟了 嚴謹臉畢業 我去 對我已經搞不清楚了 他是畢業家生日嗎 我不太清楚了 忘了 5號不去 謝謝螢光 5號我要休息 休息一天 也不能休息 還是要拍這11號的東西 謝謝螢光棒 謝謝螢光棒 448了嗎 我還沒有整理好 我的 那一部分 你覺得我這個樣子 像剛剛洗完頭 至於嗎 嗯 餓死我這個 嗯 這吃了什麼 吃了肉 吃了昏 謝謝螢光棒 謝謝奶茶 好辣 有沒有飲料 有 我沒吃晚飯 謝謝奶茶 謝謝夜店 我主要吧 也不是 我也不是只點了這個 我點了一碗百粥 但是我好想吃點鹹的 那我嘴裡沒有味道 就是很難受人 但我也不是很想吃什麼 謝謝馬卡龍 對每次排練都這樣 這樣子 送鹹菜嗎 有那種 買了一個 那個叫什麼 來著五香 什麼 像 五人 五人醬丁 這個還蠻好吃的 它有點辣辣的 我等會兒再吃 我一下太辣了 我要想喝點這個 謝謝螢光棒 很久都沒有喝白粥了 我有時候 不太舒服 我就會想喝點 就感覺人好像 也不是說不太舒服 就 突然就很想吃白粥 謝謝螢光棒 長洲蘿蔔乾 你怎麼知道我的確配了個鮮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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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配一點 但有點太燙 要稍微涼快一點 才能夠 喝這個白粥 對啊就是 番茄汁就這麼大 特意買的 都沒喝完 不是蘋果汁 就是番茄汁 很番茄真的是 很大一個 還行吧 一聲 你已經 你已經聞到味了 沒有吧 卡了嗎 這還會卡 謝謝你的螢光棒 咸鴨蛋會有蛋清嗎 咸鴨蛋只有蛋白 那叫蛋白 還有裡面的那個 鴨蛋黃 B型學的人不適合吃嗎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不適合喝番茄汁 蛋清就是蛋白 蛋白不是蛋清 我也不知道 不是啊你 那個 雞蛋不是沒燒熟的話 那叫蛋清啊 我也不知道 這還看血型 謝謝鴨蛋 謝謝鴨蛋 你也必行啊 對啊 是不是 為什麼 番茄汁也是必行學 謝謝玫瑰花 不會吧 對啊 啥血型 我還是先關上吧 把這個番茄汁好害怕 它翻在我身上 鹹鴨蛋跟雞蛋一樣 謝謝螢光棒 但我不太清楚 我沒有見過鹹鴨蛋 就是沒燒熟的樣子 鴨蛋沒燒熟的樣子 謝謝玫瑰花 白襯衫翻上去就好了 我之前的那個叫什麼 喝那個可樂的時候 就翻在我的衛衣上面 白色的衛衣 才洗了沒多久 謝謝奶茶 謝謝螢光棒 阿花田不是阿花田 可樂 阿花田也翻了嗎 阿花田翻的是毛衣上面吧 黑色的那還行 應該 翻就翻唄 那有怎麼著 就沒有辦法 就只能 翻都翻了 你說對吧 是褲子 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其實謝謝螢光棒 阿花田是白色的褲子 哦對 是 謝謝螢光棒 今天跳的那個 哎喲 我沒開空調 對我沒開 謝謝螢光棒 什麼相機 哦對 沒有相機 然後就把那端給改了一下 因為我怕我自己在那邊也很尷 我怕我自己跳的太尷了 所以就改了一下那一塊 我說如果就是我就是 我怕我自己拿相機在那裡 我不知道我要幹嘛 你們懂嗎 就是我沒有動作的話我會 我會很難受 我就想要 有點動作 所以我就稍微改了一點 哎我這邊怎麼 有個什麼東西在這裡 謝謝螢光棒 謝謝玫瑰花 我們看了幾個版本 我看了就是我們看了好幾個版本 看了就是我們看了好幾個版本 看了我以前嗎 我以前是單人的 單人的不就唱唱歌呢 這倒也沒什麼 謝謝螢光棒 謝謝螢光棒 我雙人過嗎 哦 別提了 那個版本也被看了 別可別提真的是 這是我一生的悔恨 對 別提這個 然後對 謝謝螢光棒 R7S 那不叫雙人版 不要看真不要看 如果有機會 那讓 刪一刪吧 那時候我被逼的 真的我被逼的 我是被關斗逼的 而且是那時候 我還沒找到算賬 因為他那時候在做舞台劇 別看真的別看啊 我真 我真的是被逼的 而且我 嗯 我一定要把 還有六人 六人的是帶猛的嗎 有 謝謝美國 好像記得好像也有 我不太記得 我跳過太多回了 謝謝螢光棒 就 這都不是我自願的 真的 真不是我自願的 嗯 六人的 六人的 不 嗯 對你們要知道有些該補 有些就不該補 就比如像再一會兒這種東西 就別補了 像他一樣的這種也別補 就是這種 你補了幹嘛呢 沒啥意思 你頂多笑笑兩下對吧 就能看出就是曾經的我有多麼的無助 真的我看出了我很無助 我就是卑鄙的真的是卑鄙 我就沒差兩個字寫在我臉上 我內心極其不願意 但沒辦法 而且自從那一次我再也不想戴假髮 短髮的假髮 我寧願自己寫 這不是成不成長的問題啊 這還 這已經不是成長不成長的問題 這就是被逼的 懂嗎 就我不適合那樣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說 不是多嘗試 我嘗試過了 我知道了 我懂了我自己適合什麼樣 就以後我再也不做不適合的事情 謝謝 巧克力 為藝術先生這也 就 就這樣 謝謝奶茶謝謝玫瑰花 就看出來我就是一個 而且 從那一個那一次裝扮當中 我看出來了 我跟我那個什麼 謝謝螢光棒 我跟我那個堂弟 就是我 我那樣子的裝扮 跟他超級像 就是一眼我覺得可能是他 我說這不是我那堂弟嗎 我說的是長相不是其他方面 真的是長相 就 就 蠻鬱悶的 我真的長的我 頭一次發現我跟他長得很像 就我之前就是 我媽會就是以前會就是 小時候可能去哪裡公園玩吧 然後我帶他一起嘛 然後就帶他一起 別人以為我 我媽媽就是 生了兩個 說那時候 就是你也生了兩個 一個姐姐一個弟弟 然後我媽說不是 那是 那是什麼什麼 對吧 然後之後別人說長得很像 不他現在長殘了 對呢 我說的是他 大概初中時候的樣子 就是 自從他就是 變身了之後 就像一個 像一個公鴨嗓子一樣 就這麼說他吧 反正他也看不到 這個這個罵人的話是跟我媽學的 就是他以前小時候特別還 而且是小學時候長得很可愛 其實他小學時候長得很可愛 又白 然後長大之後 欸 長歪了 他比我小四歲了 他現在公不公鴨嗓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是重複我媽說的話而已 我只是重複我媽說的話而已 哎呀好吧 他知不知道我不知道 反正我不想知道就對了 謝謝你的皇冠 我的確也沒吃什麼 但是我覺得我 有點飽 最近吃的有點少 其實 又可能你越忙的時候就 吃的越少吧 中午也沒吃太多 吃點菜啊什麼之類的 那我喝粥只不過就是現在有點燙粥 所以沒喝 等我喝完了就行了 倒也不是壓力大 我明天 對我今天排練完了 我還要找一 找一個人 幫我弄一下 就是我要表演的一個東西 就是啊我頭大的 這真的是 真的是頭大 然後還要編一個舞蹈我自己 然後我還要搞兩個舞蹈 還是要編對 謝謝你的皇冠 雖然他有那個 他有 但是我想改 我不想 對我還要改一個啊 頭疼 昨天還是前天 找就是 我找有助演嗎 有助演 我們隊啊 我找了幾個助演 然後之後讓段一璇他會 那首歌他會 那舞蹈他會 對那首歌也一樣的 那副歌讓他教一下 然後我發現他好適合教人啊 就是 當老師那種啊 就是很適合 就是他有那種領導能力 就是有一種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他可以 你知道他教人之前還要這樣拍兩下 哎我們來 開始 他有幼失專 啊 難怪 難怪 就一下 就感覺哇 可以 但是吧 教的有點快 這段老師教的有點快 謝謝 但還好我們隊也能夠都學下來 大家也挺忙的 最近他們兩天啊 從今天開始吧 好像就開始排練了吧 就開始要排練了 我們隊就開始 我問他們今天排練第一首歌 問君姑了 然後君姑說 很難 比我們以前的都難多了 而且很 要用到膝蓋 一直要蹲起 然後我放心了 還好我沒有 沒有我 還好我之前沒有被忽悠過去 對君姑都說難 那真的是有點難了 我覺得是 肯定很麻煩 謝謝櫻光棒 會飛到觀眾群裡面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也沒看過 他們今天剛排嘛 也是 之前好像也排過一個富北 我要拍一個什麼東西了 還是忘了 謝謝奶茶 應該不至於 你覺得就劇場那個情況 那個 那個地方 能調啥呢 對吧 謝謝櫻光棒 謝謝櫻光棒 我是不上當中 怎麼說成馬戲團 團了 那 有點太那個 劇場那 那麼一丟丟地方 我還沒從這邊飛到那邊的 都已經撞牆了 真的是 就像我想在那個舞台上翻跟頭 我都不敢翻 我怕我起步兩下已經到了 你讓我咋翻呢 這真的 當然我也害怕在那個上面 現在好滑呀 那地上也翻不了 地板滑 我現在好 今天還好我覺得 可能我太久沒上公演了吧 我不太清楚就是 但地板好像變黑了 超V會接住我 我怕 我怕把你們弄傷 真的 我一個掃藏腿把你們臉給踢歪了 應該沒有人動過臉吧 那踢過去 回不來就搞笑了 謝謝櫻光棒 臉沒了那倒也不至於 我就怕就是把鼻子給踢過去 然後回不來的那個鼻子 謝謝櫻光棒 害怕 原裝的也不太行 原裝的也會踢 你要是真就是 很就是不小心用力 你真正的那個很恐怖的好嗎 還是算了吧 但是如果不是 如果你本來就是歪的 我把你踢正的 那你要感謝一下我 謝謝櫻光棒 我先把這個給震骨呢 謝謝奶茶 那倒也沒必要震骨了 謝謝玫瑰花兒 別再提四個女王殿下了 謝謝奶茶 你不能去看看一個一個女王殿下 或者 對吧 應該偏要去看四個女王殿下 雖然一個女王殿下也蠻傻的 這是第一次一個人站在那個舞台上面 有點有點有點害怕 就只能這麼說 那時候 就很害怕 後媽茶話會是什麼 謝謝櫻光棒 高跟鞋有點高 我今天沒穿 我還是穿著自己的鞋子 本來是說 讓我穿那個長靴的 然後我就沒有穿 我覺得我不太適合吧 對我的那個 腰蜂 哇簡直了你們不知道 那腰蜂不太適合我 那個腰蜂 我都穿到這邊來了 真的我都穿到這邊來了 我不知道是我的問題 還是那個衣服的問題 你說我又不能往 把它也往下 再拉一下 那也不能往上 很怪 怎麼都很怪 我穿上去之後 阿姨都說很怪 我就說要換 或者用其他辦法 就怎麼都不太行 然後後面我決定了 不穿它了 真的 本來還想穿一下 因為我還沒穿過這種類型的衣服 想穿一下 試一下結果 不太適合我 腰蜂吧 就是我也不太懂 就是腰蜂 誰說腰蜂變素雄了 你在說什麼玩意兒 要買窄的 不是窄的 這不是窄的 不是買不買的問題 這是其他成員的 我不知道是我的問題還是什麼 肯定是我的問題 對 我腰短 只能這麼說了 防彈背心 就對 就怎麼都不太對勁 就穿的就很難受 我就體驗不到 就是別人穿這種衣服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把那腰蜂給撤了 撤了之後 君姑給了我一條鏈子 我拿起了我自己 一直用的皮帶 只能腰上再穿一下 漢服的 我今天沒帶呀 皮帶 不是皮蛋 謝謝夜店 也有短 但是那個不太適合 那我記得有小的那種 謝謝你我吧 但是一時也沒找到 反正就這樣 唉 我腰不疼 為什麼會腰疼呢 我又沒下腰 對本來是真的 而且這個衣服 好像本來也是裙子吧 謝謝影光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瞎穿穿自己的臉 沒有在插腰 我習慣性了 我很習慣我一直都這樣子 不然就是這樣子 不用管我 貝貝家的這就算了 倒也不是 最主要吧 那衣服真的是 嗯 阿姨在那裡給我弄了個半天 謝謝你我吧 主要我不太適合那套衣服 可能算了 好 好 好 項鍊 謝謝影光吧 項鍊很久不戴了 之前不是戴過嗎 之前 之前有戴過 這段時間沒有戴 因為 冬天嘛 也看不到 謝謝影光吧 而且我也沒怎麼那個 沒怎麼表演 所以就不戴了 而且我不只是這個 看我耳環也是耳釘 也是這樣子 今天好不容易把它戳進去 戳不進去 因為這個 因為之前一直戴那個耳釘嘛 就沒怎麼戴過這個耳釘 他也是耳釘 也是跟這個月亮一模一樣 新型的我不知道 我都是買的那個下行券 一套的 之前就一直買了 一直都沒有戴 因為他很刺 就很尖銳 這一塊 就不小心碰到的話 有時候會 自己刺到自己 謝謝影光吧 也不是耳洞會變小 可能就是 我也不知道 就是拿下來 因為太久了就是不戴這個 可能不適應 還有閃電的 對好像是有閃電 會勾到頭髮 應該還行吧 謝謝影光吧 刮到自己 對 謝謝喬莉 不要用那個 他就是這個樣子的 謝謝奶茶 他就是一個 跟這個一模一樣 那沒事也不會去 碰到他了 對吧 睡覺不會戴耳環 耳釘 不會戴 撩頭髮的時候 但撩頭髮都是往上撩 不會 不會這樣子撩吧 你 而且也不會碰到耳 耳朵這個 肯定不重呀 耳骨夾我不行 我之前有試過 耳骨夾 我不太適合 就是我這耳朵 太容易就是紅了 我前陣子耳朵一直紅了 我就懷疑有人在罵我 嗯 就是這邊吧 我試過 抓不住 因為我的耳朵比較小 也沒有很大我的耳朵 你看我這樣動一下 耳朵這上面就紅了 對 是有點迷信 就是感覺耳朵紅 就有人在罵我 現在是不是也有人在罵我 平時你們看不到我耳朵 因為我的頭髮都遮擋住 如果我長頭髮的話 我會露出一點耳朵 不知道為什麼我以前好像都是會露出一邊耳朵 耳釘是小號的 對你看我這個臉和我這個耳朵 這麼小 我還能用大號的耳釘嗎 那都要貼到臉上去了都 戳到臉上 這些螢光嗎 是不是 對我會露一邊的耳朵 長髮的時候 我這頭髮真不是藍尾 他自己長成這樣嗎 謝謝螢光棒 黑貓警長一隻二 那不是老鼠嗎 一隻狼 謝謝你的螢光棒 對 藍尾也沒什麼 但我有點不太捨得接頭髮 也不是說不太捨得 就是 我覺得我如果截了頭髮 我的洗頭髮肯定很煩 我是不想那麼煩 洗頭髮 謝謝螢光棒 但是吧 我這次表演 他要用到 也不是要用到這頭髮 搞得好像我要用頭髮甩頭一樣 就是 感覺好像應該 如果長髮的話 會好那麼一丟丟吧 再講髮太小了 謝謝螢光棒 再說吧 讓我先去看一眼 實在不行我再拆 只能這樣 還能怎麼繞呢 就接一天 那這有點嗨啊 那你接了他幹嘛呢 坐在那裡要做半天呢 對吧 讓我看一下 我接完之後 我能接受嗎 他們問我你要接頭髮 要接到哪兒 你都接頭髮了 肯定接到腰那邊唄 之前我頭髮長到 哪兒的 晃 腰那邊吧也是差不多 沒有那麼 那麼長可能 稍微再剪短一點 稍微再剪短一點 對西頭髮很重 但我不會接很多 不會像我之前的頭髮那麼 厚重 稍微接一點吧 接到正常一點就好 我的腰不長 我的腰到我的 我頭髮到腰也就那麼頂 我也不知道 得看吧 我說看一下吧 我還沒接呢 我怎麼知道呢 這個玩意兒 對我是上半身短 謝謝玫瑰花 就買衣服吧 上半身肯定 基本上會買 S嗎 或者是M嗎 因為太長了 就拖著 也很難受 你們這個 就是有人就是故意在這裡面 還要說其他人 是故意的嗎 適合跳芭蕾 但是我其實也 我只會一點點芭蕾的 基礎基訓科 教的那個東西 那我真芭蕾的 也芭蕾不出來 頂多能立一個足尖鞋 謝謝 明天啊明天 叉叉是幾點鐘的公演 應該也是兩點左右吧 對 我肯定不跟扯 我肯定一般如果是他們要9點鐘出發 我也不知道耶 叉叉有排練過嗎 有去彩排過嗎 我反正她最近也很忙耶 東西很多要弄 上MC肯定還上MC 我要過去幫張雨昕 對說到張雨昕 張雨昕 昨天我錄完 表演的歌 我真的好想打她 真的我好想打她 你們明天就知道了 為什麼我好想打她 真的 要不是看在我和她多年的交情之外 我真的 展開不了這個說 對她竟然不和我玩三角戀 真的她害怕 真的她害怕 她心裡很慌 我知道她到底是怎麼想著 我沒有 不 我等我排的時候 哼哼 什麼 沒有啊就是 對吧 對沒有什麼 現在還不能說 還沒排 不過也 我腦袋也沒有什麼 那還是要聽她 但是吧我覺得 對 對 對明天是她的生日 生日 生日會 生日會 公演 對 公演不會黑屏條 想多了 其實我蠻怕今天會黑屏條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就是 怎麼就是我們把安排的時候 stuff也 就說我們跳得不整齊 哈哈 那應該也 控台 控台 還過兩天的工資 我工資 我工資我都沒有工資 謝謝 黃瓜 我你別 可別提我的那個什麼底薪了 這個 也不是說沒有工資 我說我底薪 就是 就已經沒有什麼底薪 底薪不底薪這件事 對圈外底薪 對圈外底薪 我的圈外底薪 我還要扣一半 沒上公演 對 沒上公演 我的底薪就是圈外底薪 再剪一半 奶茶錢還是有的 那不至於奶茶錢還 沒有 怎麼那還有 我不知道 還沒到發工資的那時候 不知道 誰說要扣的 沒人說要扣 謝謝奶茶 你們這是希望扣嗎 真的是怎麼回事 不是你們自己說 全是你們自己講的 關我啥事 我啥都可 我可什麼都沒說 微博圖都掛了 是什麼意思 是我今天 對我今天就是 我每次就是穿這種 就是我今天穿的 無罪無我的褲子 我每次穿這種褲子 就是拍的照片 都發不進超話 真的是絕了 全掛了 你要不給我那個腿 再抹一點褲子 再抹一點 就把那個褲子往下拉一拉 要不就 我覺得那個超話就是在 在那個針對我 我好多圖 有時候很普通的圖 都發不進 就很怪 我還以為你們都不發圖 我超話裡面冷冷清清的 什麼玩意兒 我說 老娘這麼努力 既然都沒有圖 結果全部都掛了 生氣 那就把我那個對 畫一個褲子穿 我還以為是我的問題 那的確也是我的問題 是我褲子的問題 那不是褲子是嗎 我又沒穿裙 是號的問題 是微博 對啊我又發現真的好 好多次我都不想說了 就是發不進去很怪異 重新搞一個號 太累了重新搞一下 我陽光信用 我又不是我發進去 謝謝螢光棒 謝謝你的皇冠 尺度問題 也沒尺度呀 這有啥尺度呢 這不是我平時都這樣嗎 穿的也是無罪無我的褲子 對吧 對啊 我衣服也沒啥問題 露不出來啥玩意兒 沒得露 我很放心我自己 只能這麼說 我從來不在這上面思考 擔心 謝謝螢光棒 對我這上面很自信真的 我就不用自信 完全就不用想這個事情 多想這個事情 那還是很自信真的 我對我下次 我下次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還要去找道具呢 唉 我要想我下次用什麼道具 對我 11點了嗎 好像叉叉還沒有找我 我媽回了我 注意點 嗯 戴口罩 也確實要戴口罩 今天只是不小心 忘記拿了 等他叫我去排練的時候 我就去排練 注意點什麼 謝謝螢光棒 粥不燙了 對粥不燙了 過粥 謝謝奶茶 注意防疫 對 也不知道到3號那兩天會好一點 是便意的嗎 對如果不好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好 還有一周吧 也沒一周了 也就那麼 四五天 五天左右 我打了 兩針 兩針一秒 第三針還沒有打 因為我時間還不夠 我是八月份 打的第二針吧 還有九個月 我忘了 反正要過個幾個月 還要 給六個月 謝謝奶茶 謝謝巧克力 要六個月 對 謝謝謝謝巧克力 沒有聽證啊 我們這邊的醫院沒有聽證 可能就是故村這邊還行吧 可能在浦東或者是那一塊 卡了嗎 手機裡面知道 有醫院停了 沒有卡 我們這邊還行 就 對在浦東的話 那邊估計會 查的會比較嚴格吧 對我明天是 電源 明天電源 應該是最後一次電源了吧 是不是就馬上就要截止了 就 就是頭 對就是 助力 是叫這個嗎 我也不知道 點歌 對點歌 謝謝奶茶 怎麼又點歌了 我現在看到點歌兩個次我害怕 對點歌 金曲最後一次電源 明天我就是先 公演完了之後我留下來電源 電源完了我再回去 就現在查 明天要戴口罩 那不是挺好的 對戴口罩時候 就是我戴完了別叫我再把口罩拿下來 因為我的妝肯定是花的 是 對我也要戴戴好 去過去過普通的別來了 離我一米遠 我們這樣子說話 我應該 我應該在前面吧 應該就是電源的時候應該也結束了 應該不會很晚 後面他們肯定也要 其他人要表演 謝謝螢光棒 你戴五個口罩那沒必要吧 謝謝黃冠 謝謝螢光棒 對我是很累 唉 但是你也得把最近事情全部都搞完呀 搞完了之後你才能夠休息 不然你這也 不太行 一直有事情 你這不至於戴幾個口罩 十個口罩那真不至於 什麼我的快遞發出通知 膝蓋的話 反正 明天的應該不太會要用到什麼膝蓋 我能自己感覺到 然後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還行吧 應該不太會要用到 但也不一定 還是會用到一點 因為我畢竟還沒排 明天有機場嗎 沒有吧 明天是他的生日會 公演 有機場嗎 我不知道 我生日會公演的時候有機場嗎 應該都有吧 除了畢業的話是自己一個人 那我這個 我也不知道 看明天情況吧 我不知道我要電源還是寫什麼 我電源是幾點鐘 五點多 到六點 對吧 六點多 五點半 五點 反正就是那個時間段 五點半 應該還好吧 如果我要電源的話 應該不去機場了 看情況 我修 我現在就在休息啊 休息完了 我就去排練 我現在吃東西休息 對吧 等他們 弄好 我就可以排練了 電源是幹嘛的 電源就是 你過來我 我戴口罩 你也戴口罩 我們兩人講講話 講多長時間呢 就我也不知道講多長時間 不然大概 十幾秒 是這樣子的 一分鐘 這個是一分鐘 那握手櫃為什麼是 十秒啊 我記得 價格不一樣 一張十秒 對 然後聊聊 對 要記得你自己要說什麼 就想好了過來 不然到時候你就很浪費了時間 對會很浪費時間 就是你都還沒有想好你要說什麼 就被人推走了 對不然就是大眼瞪小眼 不然你要被我問你是哪裡來的 你 你是什麼星座的 你多大了 你在上學嗎還是工作了 對 就在調查戶口 我曾經還有 就是別人來嗎 握手還是什麼 我直接問你是推誰的 然後說我是推你的呀 我說哦 對我感覺看他不太像是推我的樣子 懂嗎 就是我就問一句 就是問一下 就是問一下 真的只是問一下 我感覺他不太像 我以為他是推那種就是 比較可愛的那種類型的 哎 對我看看面相 以前還有那種就是日本的粉絲 他過來他跟我說 就是現在可能他 對他 我記得他最後來一次的時候 他就說可能之後不太 就是能出來了 應該也是疫情的原因 他會一點點中文 他會一點點中文 但是就是也可以交流 就是我 我 我不是很會日語 我頂多就是唱唱日語歌這種 他過來 他說他是 他很喜歡我就是 我就接著他一直就說 他很喜歡我就是 就是什麼向陽的星光演的玫瑰 雖然他聽不懂 雖然他聽不懂 就是他可能能聽懂一點點吧 就不能完全聽懂 但是他就很喜歡 舞台劇 對 然後他就是跟我講 然後給我看他手機裡面 就是那些什麼 就是這些 玫瑰的一些什麼 什麼照片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那些 然後還 還說什麼唱歌 說我唱日語歌什麼什麼的 我就記得這些 對 他 他也有說就是日語嘛 然後我可能 有一點點聽不懂 但是大概也能就是 慢慢點就是 就是 好像就是可以交流的 是可以交流的那種 但是也有 有 我記得還有一個是完全聽不懂的 就是他可能 哗啦哗啦 講的全日語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有點擔心 我要整身了 啊我頂多少 阿里克特 他有口袋死吧 對 以前 以前好像也 就是 經常會出現 好像有 但他不怎麼說話 我是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是不是他 真的 因為有 也有好幾個 我不知道哪個是哪個 因為他自己 沒有抱自己的ID 也 不是每個人都會抱ID 就是他過來 可能只是想說 他很喜歡而已 那應該 這個名字 方言呢 就 更聽不懂了 什麼假裝外國人 那倒也不至於 你 你假不假裝 我也能分得清 真的 下次跟我說法語 那 那你還是說中文 你會說中文 你為什麼一定要跟我講 那些奇奇怪的東西呢 你就是在 嘲笑我有一種 讓我感覺 你就在嘲笑我 你就故意的 對吧 我們有這個時間 不能探討一些 就是真正 要探討的問題 你就在秀你的語言 對吧 你就在秀你自己 你這樣子 只會讓我覺得 嗯 聽一下 了不起 嗯 探討什麼問題呢 就是你想探討什麼問題呢 我也不知道 也就是對吧 你 你花了錢 那當然是你想 說你想探討的問題呢 難道還是我想探討的問題嗎 你可以跟我講方言 看我 對 我也只會方言 學一下方言 那倒也不變了 如果你是只是 對 我們講一些沒有營養的東西 就行了 不要去講那些什麼很高深的 就是我反正不懂 那玩意兒 講方言 講方言 我聽不懂 那我講方言 你也聽不懂 廣東話 嗯 我也不知道信不信 SI 腦電波那就刷啊 武器荷 我最近要學 江南的 江蘇的 就是一個方言 江蘇的一個方言 我都說是江蘇的 怎麼還會有貴州 等會啊 我看一下 三號安可啥呀 好像和我五官 江蘇哪裡 你要知道江蘇有哪 首先 什麼江蘇有好多種方言的啦 應該 你都不知道江蘇有哪 不會吧 竟然有人不知道 對啊不會吧 我 我說啥 散裝 散裝 對很散裝 我 說實話我其實很想去連雲港 因為我想去看看花果山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不是屬猴子的嘛 我不是屬猴子嘛 就是每次去動物園都會去看猴子 謝謝銀光嗎 就不是我真的要去看 就是每次 因為動物園的猴子 猴子的確蠻多的 就是你 你怎麼都會看到他 然後我就很想去花果山 我看有沒有猴子 好像聽說那邊有沒有猴子 我也不知道 好 花果山有猴子嗎 有人去過花果山嗎 有人去過花果山嗎 有啊 那猴子會不會就直接過來搶你東西呢 本地人不建議來 竟然有人這麼說 會啊怎麼搶呢 就是假如你手上沒東西他會搶嗎 他會搶你手機嗎 很兇啊 會被氣死 那我也不 我也猴子 謝謝奶茶 會搶包 我不帶包 我看他搶啥了 我啥都不帶 我就帶一個人去 我抓頭吧 不至於吧 這麼猛嗎 猴子都玩這樣嗎 他站我頭上幹嘛呢 首先 你們是都被猴子傷害過了嗎 看你沒帶東西不成意 然後去打女隊 真假的啊 我一直以為猴子就是很聰明的那種 或者是 很機靈 然後就 沒什麼攻擊力的那種感覺 那還是別為了 我怕我的手被他咬掉 就是太聰明了 我對猴子改觀 對 我是一個拔養座 而且還是屬猴的拔養座 金絲猴不錯 金絲猴 金絲猴 我記得好像 我沒有去過鵝眉山 我每次去動物園的時候 就看那猴 對吧 要吃的 就是你給他 就看他在剝那個橘子 很會 就比人都會 別去鵝眉山 為什麼 裡面的猴子咋子了 你也屬猴啊 你不會是比我小12歲的猴吧 為什麼會搶東西呢 作為一 恩對 同齡猴 那還行 那我家其實 但是我家都是猴子 我家猴子很多 我爸我媽都屬猴 我爺爺也屬猴 我也屬猴 雖然我爸 他是就是 他是 什麼 明 什麼叫明記暗猴啊 他不是生了兩天 就第二 就兩歲了 因為過年了 他小年夜出生了 但他屬的還是猴子 其實 這怎麼說的 就叫明記暗猴吧 對 屬像 這種 猴子會跳起來 打我的膝蓋 沒事 打我膝蓋幹嘛 對 哦對 這樣子就能計算出 我爺爺多少歲了 算是29 77 會毆打我 算好快 我總覺得你這個 說這三個字 感覺在說我比較慢 算 屬猴子的思維很跳遠 屬猴子的思維很跳遠 但也還行啊 也沒有特別跳遠 但也還行啊 也沒有特別跳遠 就是我奶奶的媽媽 我奶奶大概是 我不記得多少歲了 因為可能比我爺爺還小 但是我不記得 應該是小一歲 可能 對 因為他數的是雞 那肯定是小一歲 我太婆婆有多少歲了 我想想啊 嗯 嗯 反正九十幾歲 至於他九十幾呢 我就 不知道了 對 他婆婆 他可 就是 他以前 也不是說他以前 那現在也一樣 就是我自從 就是我記得 我以前見過他有畫畫 他畫畫很好 他會畫梅花 什麼就是毛筆 水墨畫不是毛筆 就是 畫那種花很好 而且有梅花什麼 桃花什麼 亂七八糟 就以前那種 對 他其實也就是大家閨秀那種 然後他 他會抽菸 對 就一般就是以前 就是我不知道 不太清楚 就我自從就是 有印象以來 他說話很有 他坐在那裡 反正說話都很有 那種 不太懂 對 還沒有到呢 你說別人沒叫我 你叫我去哪排練 真的是 對很優雅 然後說話 他普通話說的很好 哎 他普通話真的說的很好 比我奶奶都好 嗯 不是我說我奶奶好 就是 他那一口奶油普通話 我就也不說他了 但我那個太婆婆說的 那個普通話是真的很不錯 對我說的是奶油普通話 就奶油普通話 那怎麼說呢 就是他夾雜 這就是 就是 就他還是別說普通話 他說長州話更好 就比如就是 要去洗澡嘛 對吧 他可能想 就是他可能想 就是想說普通話 但是他又 不知道普通話 到底怎麼說的 卡了 這個時候卡了 然後他長州話呢 是怎麼說的 洗澡兩個字 長州話洗澡是 是 對 然後普通話呢 是洗澡 你不用知道什麼 反正 不是日語 不是吃藥 是 是 是 有人聽得懂嗎 天哪 有沒有長州人 對洗浴那種意思 懂嗎 就叫 對 然後他說成 他想講普通話 但是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麼講 反正就是普通話 加長州話 合在一起 他說成了 你要去 他意思就是你要去洗澡嗎 他就說 我都不會說了 死用 他這麼說的吧 我都不知道他要說什麼玩 反正 就反正就是 也不是長州話 也不是普通話 普通話呢 是洗澡 然後他的洗是說成了 他是想說就是普通話的洗 但是那後面的 澡呢 又變成長州話了 就是那個調就很貴 對 反正就是我聽了都想笑的那種 還有更搞笑的是 我上次回家之後 我回家之後 然後碰到我爺爺 我爺爺突然跟我講了一個 很搞笑的事情 他突然走過來 跟我講一句 哎你怎麼頭髮剪短了 對 我就不說他以前叫我幹嘛 他走過來他跟我說 哎你怎麼頭髮剪短了 我說我剪了一年了 我都 而且過年的時候我都 見過那麼多回 也不是這一年當中 見過那麼多回 哎 對最搞笑的我爺爺以前 好久之前我在學校裡面 我忘了 反正 我某一次回家 他是不是就是沒 沒認出我 他可能 我都不知道他是 他是在跟誰說話 他突然 唉 我都不想說 唉我都不想說 就很搞笑 我在心裡講什麼 這是 我都驚呆了 我說 他是把我認成誰了嗎 還是什麼 對 唉 唉 有點 有點好玩 我是覺得就是 有點搞笑 還好他沒有問我你是誰 認成 認成我堂弟也不至於吧 我堂弟也不這樣 我堂弟 一不喝就二不抽菸 只玩電腦遊戲 天天那個電腦裡面 哇 就聽到他一喊 可能在打吧 又在打 開團 唉 太搞笑了 還試探我 至於嗎 要試探我 我是那種人嗎 對也不燙頭 我那個堂弟真不燙頭 就他那頭上那幾根毛 算了吧 也不是說他頭拍的少 就是他那頭上呢 就是 你說他都天天玩遊戲什麼之類的 他也不去管他那種形象問題 就這麼放任自己 板寸對 直接板寸就 過年我會在家洗碗嗎 我有洗過碗 但是我洗完碗我被罵了 說我沒洗好 洗不乾淨 說我還不如就是 說我洗洗碗太慢 然後嘛就是 我不是那個 油嘛 以前小時候 那個 我不會洗 唉反正就是 對還浪費水 然後玩著玩著在裡面吹泡泡了 洗洗碗 因為那個就是洗潔精嘛 會可以弄出泡泡來啊 在玩了就 以前我還跟我姑姑在就是 他家還是我家我忘了 在那個 池子裡面弄那個泡泡 弄洗潔精 弄一堆泡泡 然後開始 咦 在那裡玩 能玩一下午 對大兩歲的姑姑 現在不 現在 現在沒洗 而且現在我自己 把我的碗洗了 還被罵 說這樣不好 意思是說 就是 雖然不要我洗碗 但是不能我 把我自己的碗給洗了 得要就是 給他們一起洗 對 我就是我自己吃碗 我有時候吃得很快 我就自己就洗了 為什麼 其實我沒有懂 然後我就 給他們就一起洗了 對我之前好像有說過 吃完飯那道也不至於 我們家沒這個分俗啊 那吃最慢的 吃最慢的不就是我嗎 我在家其實吃的是最慢的 狗吃的是最快 但是吧 現在也不怎麼做飯 現在其實不怎麼做飯 我媽有時候會直接在外面買好了回來 對我 狗吃的比我快 狗都不用洗碗 舔到很乾淨 先吃完自己 我以前就是 對我 因為我 欸我幹嘛來著 因為我每次都我一個人吃嗎 那我肯定 自己把自己的碗給洗了 那我湊不到跟大家一起吃飯的時間 哈哈 不是啊狗的越來越比我吃得快 我吃那個香腸吧 它兩口就沒了 我還要慢慢的嚼 就是 對吧 作為一個江 江蘇的 對 就是吃飯會比較慢 但是那個狗呢也是江蘇的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吃得那麼快 對它也是一個江南女子 女狗 是的 江南狗子 原產地 對 是實在的從小到大 是我親手抱它回家的 不然它現在不知道在哪兒 它也 它不是對我忽視 它是以前都不忽視 然後就突然就是 可能年紀大了就開始忽視了 後面沒怎麼好好教訓它 一開始前幾年都蠻好的 後面也不知道怎麼轉性了 誰說的狗不日 我家狗是女的 不是男的 當初有一隻跟它一模一樣 也不是一模一樣 就長得很像的 那個是 對 那個是 男狗 男狗 然後 它被我另一個同學 就是我那個好朋友給 我曾經的一個好朋友 射手座好朋友 給拿走了 然後我就只拿到了這個女狗 雖然我也無所謂男狗女狗 對那個射手座好朋友 結果他好像還都沒有養很長時間 被他媽媽給送了 說他就不准養狗啊什麼什麼的 對我記人不是記星座就是這麼講就是 大家就是一聽就知道了 所以什麼時候排練呢我要問問 馬上再不排練到12點了 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 或者我先去卸妝 我好累啊其實 就是 我在用我的毅力在支撐著我自己 謝謝巧克力 謝謝螢光棒 謝謝螢光棒 我要不先下吧 謝謝你的棒棒搭謝謝奶茶 我去卸妝這樣子 我等火排亮完我就可以倒倒下睡覺 謝謝你的西瓜錘 或者我先把這個之後再吃掉一點 各位拜拜吧 謝謝